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美国关闭了13个全球根服务器 那么我们国内的互联网能否正常运转 事实上关闭根服务器让中国断网是无稽之谈 美国断了根服务器主要影响的是国际互通 比如国外网民可能访问不了中国的一些网站 但并不影响中国的网民访问中国的网站 就算美国真的断了根服务器也有应急手段 我国早就在境内设立了很多的镜像服务器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中国互联网的安全 极端情况下还能防止中国互联网发生瘫痪的风险 同时我国早在十多年前就开始搭建自己的DNS域名服务器 复制了根服务器中的IP地址和域名信息 中国域名的分析在中国得到了很好的保护 例如如果.cn这样的域名在中国 则解析就不会受到影响 因此许多政府和重要部门的域名基本上都是.cn 此外中国现在参与了雪人计划 这个计划就是要搭建一个全新的服务器系统 该服务器系统拥有26台根服务器 其中在中国会有一组三辅四个服务器 而美国有一组二辅三台服务器 相信有了这些IPv6服务器 中国的网络就再也不怕受到美国的影响了 看完这个视频有想说的就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啊 视频元素来自互联网 由头脑眼大设计剪辑制作 欣赏最新奇的创意生活 请关注头脑眼大设计 원래不再次准备 我的照片 我们就可以也看到 我们就准备 我们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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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需要